巴洛特利到底多狂 连C罗他都不放在眼里 他曾在自家别墅里放烟花 也曾在进球后拒绝庆祝 并解释道 前锋的本质工作就是进球 你见过哪个快递员会在送下货物后挥拳庆祝的呢 然而 印象中这个经常投倒短路的天才前锋 也曾经验过球迷 12年欧洲杯半决赛 巴洛特利用梅开二度 帮助意大利淘汰了夺冠热门德国队 并最终打进决赛 再后 他并没有和队友一起庆祝胜利 而是跑向看台 拥抱了自己的养母 而这一幕也曾温暖过无数球迷 不仅如此 尽管被嘲笑脖子以下世界级 可私下的巴神却是一个温暖善良的大男孩 为了反对种族歧视 他会将黑人力量四个大字纹在自己的右眼 并配纹 以身为黑人而感到骄傲 来向世人传递爱与温暖 讨厌他的人会把他视作玩世不公的坏小子 但爱他的球迷 都叫他超级玛里奥 说到这儿 各位都是如何评价巴洛特利的呢